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公布 总成绩满分为750分 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34分 然而 数据显示大学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尤其在一些省份 如内蒙古和云南 男女比例差距极大 近十年来 本科招生中女生比例大幅上升 男生比例则大幅下降 这一趋势显然并未停止 除此之外 硕博毕业生人数超过大学部学生数量 找工作成为毕业生面前的巨大挑战 招募平台BOSS指聘的用户数量持续上升 反映出毕业生求职的迫切需求 未来的就业问题 政府将如何应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争议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篇 来自明报新闻网的深度报道 标题为 驻京周记 本科录取男女失衡 这篇文章揭示了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 本科录取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况 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文章的基本内容 今年6月25日 北京市2024年一般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 结果显示 参与本科招生录取的考生 总成绩由三门统一高考成绩及考生选考的三门学考等级考试成绩构成 总成绩满分为750分 北京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定为434分 今年 北京高考成绩在700分以上的考生有117人 本科最低分数线434分以上的考生有44923人 但是 在这个庞大的数据集中 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数字 就是大专和本科录取中男女比例的巨大差距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 2013年全国普通本科招生中 女生占比为54.8% 男生占比为45.2% 到了2022年 这一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 女生占比上升到63% 而男生则下降到37% 虽然教育部还没有公布2023年的数据 但从2022年的数据来看 大学女多男少的现象已经成为事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当年出生性别比 其男多女少 较高的省份 如内蒙古和云南 反而在2022年的大学录取中 出现了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衡 内蒙古64386名 招生中有45947名女生 而在云南123643名 新生中竟然有101054名是女生 仅有22589名男生 此外 山河四省 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 这些高考大省 也同样没有走出女多男少的局面 而像北京 上海 天津 西藏 黑龙江和江苏 这些性别较平衡的省市 招生男女比例 则大致维持在5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将专科生数据统计在内 性别比例的基本上 又能保持平衡 除了本科生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文章还提到 当下硕博毕业生的人数 已经超出本科毕业生的数量 教育程度的提升 不再是就业的唯一保障 找工作成了横在毕业生面前的一座大山 2024年第一季度 BOSS职聘的平均每月活跃用户为 4,660万人 年增长17.4% 根据BOSS职聘 2024年首季度财报 其实线净利润2.42亿元人民币 而在2023年同期为3,270万元 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涌向社会 未来的就业问题将继续成为 政府和社会的关注重点 接下来 我们从多个角度 对这篇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 首先 从教育政策的角度来看 大学录取中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近年来 中国的高等教育 在扩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尤其是在女性教育方面 然而 这种进展在某种程度上 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女大学生的数量显著增加 反映了女性在教育和职业发展上的积极进取 但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反思男生 在基础教育阶段可能存在的落后情况 男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表现不佳 这可能和多方面因素有关 包括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社会期望的变化 以及家庭教育的差异 尽管女生在某些学科表现优异 但男生在另一些学科上也有其优势 如何在教育政策上做到更加均衡 帮助男生提高学习成绩 可能是教育部门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其次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 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值得深思 在传统文化中 男生被认为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教育阶段的表现 教育的公平性不仅仅体现在学校教育上 还需要考虑到家庭、社会对男孩和女孩的不同期望和要求 如何在家庭教育中做到性别平等 让男孩和女孩都有平等的机会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目标 是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第三 从经济和就业的角度来看 女大学生数量的增加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当前 尽管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 但就业市场的压力依然存在 大量高学历女性进入就业市场 这对传统的性别角色和职业分工提出了挑战 企业需要更加多样化和灵活的用人政策 以应对性别比例失衡可能带来的影响 同时 政府和社会也需要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 帮助高学历女性更好地实现职业发展 另一方面 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的失衡也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虽然女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 但在高层次科研和管理岗位上的女性比例依然较低 如何帮助女性更好的平衡职业和家庭的关系 让她们在职业生涯中有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是需要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从就业市场的表现来看 招募平台活跃用户的增加反映了大量求职者的需求 但也暴露出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 尽管BOSS职聘等平台的活跃用户数和盈利能力在增加 但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在寻找工作时面临困难 如何提升就业市场的稳定性和包容性 让更多的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是政府和企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最后从政策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 政府在解决性别比例失衡和就业问题上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 首先应该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提升基础教育阶段男生的学习成绩 缩小性别差距 其次应该加强家庭和社会教育 推动性别平等 让男孩和女孩都有平等的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 第三应该优化就业市场的政策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支持 帮助毕业生更好的进入职场 最后应该加强科研和管理岗位的性别平等 让更多的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有公平的发展机会 综上所述 明报的这篇报道 不仅揭示了大学录取中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 更引发了我们对教育 社会和经济多方面问题的反思 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和深远的影响 需要教育部门 政府 企业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感谢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 希望我们的分析和评论 能够为您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 欢迎通过我们的官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与我们互动 下期再见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界 一个悄然改变 却又震撼人心的趋势正在蔓延 为什么大学中的女生越来越多 这个问题 不仅在微博上的新浪新知板块引发了热议 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这个变化可能会深刻影响未来20年的就业市场和婚恋格局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背后的真相 首先来看看2022年的一组惊人数据 全国本科招生人数达到了468万 其中女性占据了295万 而男性仅有173万 这意味着每100位女生拿到本科录取通知书 对应的只有58名男生 这一比例逼近了惊人的2比1 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 它反映了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 有趣的是 在出生时 这一年龄段的男女比例却是男多女少 男女性别比高达121.18 这就让人不禁发问 那些男孩们都去哪了 在高等教育的道路上 为什么男孩们被接连淘汰分流 而女孩们则一路杀出重围 让我们从幼儿园开始讲起 你会发现 一个班级里通常是男男男女女男的结构 然而 当我们来到大学校园 却发现高等学府 呈现出一幅女女女男男女的局面 这种性别比例的逆转 让人感慨万分 有人甚至戏言 一路升学的过程 就是男同学越来越少的过程 那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 社会和家庭 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期望 存在显著差异 传统观念中 男孩被认为应该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和工作 女孩则被期望 拥有更高的学术成就 这种观念在无形中影响了家庭 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和期望 当男孩们在外跑跳打闹时 女孩们可能已经坐在书桌前 认真学习了 此外 近年来 国家对教育资源的配置也在逐步倾斜 例如 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 设立了女生专项 奖学金和助学金 鼓励更多女生进入高等教育 这些政策的初衷 是为了平衡性别比例 但在实际操作中 却导致了男生在竞争中的相对劣势 然后是学科和专业的选择 我们发现 女生更倾向于选择文科 教育 医学等专业 而这些专业的录取分数线通常较高 相比之下 男生更倾向于选择理工科专业 尽管这些专业的录取分数线较低 但课程难度和就业压力却不容小觑 这种专业选择的不同导致了录取比例的失衡 此外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越来越多的女生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并主动追求高等教育 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使得她们在升学的道路上更加奋力拼搏 而男生则在面对学业压力和社会期望时 显得有些疲惫和迷茫 从而在竞争中逐渐落后 当然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家长和教育专家的广泛关注 许多家长开始反思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教育专家们也在研究 如何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和教学方法上 做到更加公平和合理 综上所述 大学中女生越来越多 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无论是社会观念 家庭期望 还是教育政策和专业选择 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个趋势不仅反映了教育领域的变化 也预示着未来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个惊天大逆转将如何继续演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谢琪琪 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象征 女生在高等教育中占据更多比例 表明女性在追求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 不断打破传统障碍 这是性别平等的重要成果 毕竟历史上女性往往被排挤在教育体系之外 比如宋代的女诗人李清照 若是在现代 她会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 楚天书 你的说法没错 但这个现象是否也反映了男孩在教育系统中的问题 男孩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压力很期待不同 导致学业表现不如女孩 现象学家海德·格尔说过 存在即是关系 男孩们也需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否则未来社会结构可能会出现新的不平衡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想成为全球沟通达人吗 六du人工智能语音课论技术帮你实现梦想 在这个新时代 语言障碍已成过去 我们隆重推出六du人工智能语音课论系统 这项由欧美亚顶尖专家研发的突破性技术 让你可以克隆自己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成145种语言和方言 提升你的个人和职业生活 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日本参加商务会议 在巴西上课 或与意大利的朋友畅聊 而这一切都用你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语言进行 操作简单 只需点击几下 无需复杂的科技知识 就能享受无缝衔接的体验 让世界向你敞开 从商务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应用场景无处不在 企业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教育机构可以提供多语言学习 媒体可以创作更丰富的内容 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今天就来体验这项革命性技术吧 访问 迈向你的声音无国界的未来 想成为全球沟通达人吗 6.Do 人工智能语音课同技术 帮你实现梦想 在这个新时代 语言障碍已成过去 我们隆重推出 6.Do 人工智能语音课隆系统 这项由欧美亚顶尖专家研发的突破性技术 让你可以课隆自己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成145种语言和方言 提升你的个人和职业生活 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日本参加商务会议 在巴西上课 或与意大利的朋友畅聊 而这一切都用你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语言进行 操作简单 只需点击几下 无需复杂的科技知识 就能享受无缝衔接的体验 让世界向你敞开 从商务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应用场景无处不在 企业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教育机构可以提供多语言学习 媒体可以创作更丰富的内容 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今天就来体验这项革命性技术吧 访问 迈向你的声音无国界的未来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2024年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是选举 那么从年初开始 不管是台湾也好还是印度也好 各场选举都吸引了大家的视线 而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末 也是跟选举相关的新闻 引起了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注意 首先就是法国政坛的这一次变天 可以说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法国是不是可能会出现维系政府之后 第一次极右翼上台执政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整个欧洲是相当的担心 何明先生没有关注到法国选举的相关情况 法国英国 伊朗 还有美国 每一个国家的大学 我们都在采取我们的技术 加上人工 人工智能在前面的追击之中 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的选举都是增加了极端化 增加了分裂 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寻找一个共识 这个和我们在八十年代 从中国那种封闭的时代走出来 所向往的西方的民主的选举 可以说是大大的不同的感受 其实无论是法国的网右还是英国的网左 都并不意味着一个更糟糕的政权下台 一个更好的政权上台 只是另外一个极端而已 只是说会造成这个国家更大的分裂 美国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班农总统说民主面临一个危机 也不是说随便讲一讲的 我相信也是白宫也是美国的政界 也是美国的老百姓可以说天天看到 政治如此的混乱 如此的走向一个极致 也就是说 日式都不是个别的现象 这个国家极右会怎么样 极左会怎么样 甚至我都有点怀疑 极右的这个词对不对 因为我在寻找这些媒体的时候 都会给这些一些新兴的一些政治师的 标签一个叫极右 那极左在哪里 很少看到媒体这种标签 好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点评 我们先来讲一讲法国这次选举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就是在周日 这是法国国民议会的第一场投票 玛丽娜勒庞 可以说是法国右翼 这个近期非常火的这样的一位女性人物 他所领导的国民联盟可以说是清盘大胜 取得了历史性的一个胜利 现在这样的一个政党联盟 控制国民议会和职长政府 可以说又朝进了一步 而真正计较谜底是在本周日七天之后 而更让人觉得惊讶的是什么 马克龙所代表的比较轻商的这样的一个政党 仅以22%的得票率排在第三位 还不如法国的极左翼联盟的政党新人民战线 获得了29%的投票率 有人说法国这个投票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是投两轮 这一点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法国向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投票举行两轮 什么意思 就是说第一次投票的时候 大家可以表达自己极端的想法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左派政党 各种流派都获得相应的票数 右派政党各种流派都获得相应的票数 但是一般来讲在第一次投票之后 左派政党和左派政党之间就会达成某一种协议 该退出的就退出了 最后仍然是形成某一种联盟 这也是法国政坛几十年能够保持建制派 这个执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既给你发泄极端情绪的第一轮投票 同时在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大家要走向务实 最后呢形成某一种政党联盟 这也是马克龙这一次的赌注 马克龙自己所在的这个政党 那么在之前的各种民调调查中显示 的确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但是他期待举行这一次选举之后呢 在第一场这样的一次斗争中 先把梅朗雄所在的极左派政党干掉 那么极左派政党的一些候选人呢 就会退出 那么这样的话呢 整个法国我们叫做中左 这一派呢就会转向支持马克龙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狙击现在可以说是这个风声 这个声明确起的极右派势力啊 这呢当然是一场豪赌 但是现在可能导致的却是马克龙的一次滑铁卢 极右翼势力不仅仅是在第一轮投票中取得了胜利 甚至有可能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掌握绝对多数 如果的确如此的话 马利勒旁的这一位28岁的德意门生 现在法国政台的新秀 巴德拉很有可能就会成为马克龙任期内的总理 那我们说马克龙自己的任期是到2027年 但是身边多了这样的一位总理 就会导致很多他的想法 没有办法得到实施 不管是有关于移民改革福利税收 还是有关于法国经济的其他振兴计划 可以说这一次法国人是在第一轮选举中 明确的拒绝了马克龙主义 这一点也要请教和民先生 我们说马克龙这一位政客 尽管大家对于他评价不一 但是普遍认为在欧洲各国的领袖中 不管是个人的风度气质执政能力等等 还是比较好的 相比周围的邻国来看法国的经济 那么也是相当比较稳健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 让法国人对于马克龙主义 马克龙的执政风格如此的不满 主要是法国的社会治安 法国的社会冲突 尤其是移民 这些你所带来的 对法国的这种冲击 如果你去过巴黎的话 你很难相信像巴黎这种城市 治安与子的混乱 甚至你在巴黎的火车站 你都稍微不小心一点就会被抢 被偷 被骗 而且有一点像中国八十年的那种车站的样子 那么现在民主政治一个很大的特点 是要激起这个民意的这样一种情绪 现在民意的情绪就是说 原来的这种主义或者是中主义的方式 这种包容的政策给法国自己本身的这个体制为丧失 这就是所谓的民策主义 其实现在无论是极左或极右啊 其实都喜欢拉民策主义 美国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这个民策主义 实际上这个政治就是这样的了 你攻击我 我攻击你 老百姓把就是喜欢已经厌恶你们了 这样的统治 换另外一个人上来 其实毫无疑问 你以为极右就会统治得好吗 也不可能 因为法国的这个社会基础 已经注定了它必须走向一个分裂 已经是无可救药的一个社会的分裂的一个边缘 这样一种状况 我觉得是不是法国本身的问题是民主的选举的这种方式 需要根本上的改进 如果还是这种表演的性质 激活这个民情的愤怒的一种性质 那两派都可能会走向极端 从来呢 没办法去照顾和服侍另外一个群体 所以这个我并不看好什么极右的上台以后就会改变 就好像我不看好英国的极左上台 工党上来又会改变英国一样的 好 谢谢这个和民先生的解读 那么有关于现在民主选举到底 然后应该是出这个在出现问题之后 接下来的未来是什么 那我们在录制的思想先驱暴中 和民先生也与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了他的观点 好 说完了法国的选举 我们再来谈